台中市南區有一名男子 日前買完中餐 準備返家的時候 彷彿被人點穴一樣 人連人帶車定格 在面攤前動也不動 這老闆發現異狀之後 隨後就報警處理 在遠景到場 懷疑這游行男子疑似突發性的中風 趕緊協助送醫 男子雙手緊握機車 把手雙腳橫跨機車 整個人身體僵硬 就像武俠小說裡被點了穴 原警發現男子一動也不動 答非所問 趕緊上前把他從機車上移出來 發現他整個人已經癱軟 67歲游行男子 日前到台中南區 買完面後 準備騎機車回家 卻突然定格不動 就像被人點穴一樣 眼神呆滯 麵攤老闆發現不對勁 趕緊報警 警方到場後掀起 參與到路邊休息 也察覺疑似中風的情勢 立即通報119 協助送中山醫院救助 游行男子頂著大太陽外出買面 疑似出現突發性中風症狀 還好送醫後恢復意識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也聯繫上家屬 到院陪伴 有驚無險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